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死你们了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中国珠海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欢迎大家的光临 好每一场比赛都值得大家期待 首先的是66公斤的超级战 蓝方选手今年31岁 身高是1米80 2011年 WKA世界自由波及锦标赛的冠军 当前的战绩23胜1负 只输过一场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伊朗的 爱河迈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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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养 好 5466KG M2C4S5D on the blue corner VDR66KG 108CM2OPS4 83CM3S 31 years old 23 wins 1Loses 2011WKE Working Boxing Contest Champion From Iran Here is your home match 紅方選手代表了新舞創新搏擊俱樂部 65公斤級 2017年的新人王 今年22歲 身高是1米78 當前的戰績四勝四負 有請中國李信 紅棒 超高的 紅棒 10 全然 超高的 禁止 全然 禁止 WF20765KG 是你的冠军 所有人都在中国 我给你李徐 场上裁判张欣 比赛现在开始 他给他弄另外 还OK 知道了 拜拜 你给他示意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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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准备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珠海战的比赛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一场66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新武创新 搏击俱乐部的李欣 蓝方选手是来自伊朗的 麦哈麦德 好 这个麦哈麦德 过去就是靠着玩命式的打法来吓人 他打拳就是往前猛冲直撞 他过去在国内63公斤 曾经这个创下八战全胜 五次KO的记录 这次升到66公斤来面对李欣 李欣是武林峰 2017年65公斤级的新人王 在2019年的三场比赛 其实是都是输了的 是 可是表现非常出色 包括面对泰国名将陈佳洛 也是差点打了陈佳洛一个强毒 对 果然一上来啊 这个阿哈麦德就是在玩命啊 真的非常的拼 刚刚我们在看这个技术分析的时候 我们看到两位的这个技术类型都是属于散打系的 是啊 在伊朗的其实散打是蛮有名的 那李欣呢 这次决定用这个小步法 向里面压制 而不给我们的阿哈麦德出动作的一个机会 所以看得出来现在李欣的步步向前逼近 刚刚这个蓝方阿哈麦德的前手拳 小心 哎呀 李欣这个 一向对这个拳法的防守就是比较差 啊 又中了 李欣还是要注意啊 走 看 碰到 好 按照我们比赛的规则的话 碰到一方的进击部位的话 在中立脚可以有最长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这个时候裁判会叫停时间 看 翻 这个李欣还是要加强一下 对方拳法刚启动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有反应 要嘛就打迎击 要嘛就打闪躲 不然就是那个控制距离 往后退开 哎呦 又中拳了 各位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阿哈麦德的第一拳 我们的李欣都没有想过 再专注一点 好 又被对方偷中了一拳 对方刚那一拳就是一个高扫踢 高扫踢后面的在补一个这个后手直拳 下劈腿 哇 李欣虽然向前压迫 李欣虽然向前压迫 但是这个头部的防守稍微差了一点 虽然对李欣没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这个分数会丢的 因为都是有效的击打 对 翻 在我们的评判的规则当中 首先考虑的就是有效的击打 所以李欣要特别注意这个对于对方拳法的一个感觉 对 那这个感觉就是平时要好好的练了 还要通过一场一场比赛自己去摸索出来的 目前这方面李欣还是属于停滞的状态没有进步 对于拳法的这个反应 好 还有10秒 再来 哇 有 哦 大家拼得非常的凶 好 在这个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两位是丝毫没有保留的 然后在这个拼打的过程当中 李欣也暴露了他的一些漏洞所在 是 光光这个第一回合被打的几下 就足以让他丢了一分 所以第一回合会裁判打分会是9比10 李欣9分 然后艾哈迈德是10分 10分好 看一下回放 是 你看这个启动第一拳就被打到了 又是第一拳 看得清楚吗 事实上蓝方的那个第一拳不是非常难躲 但是这个要加强 好 双方进入到了第二个回合的比赛 好 双方进入到了第二个回合的比赛 是 刚刚说到这个李欣的防守 我们从这个裁判上打分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出来 这个李欣在第一回合只拿到5次有效击打 但是蓝方呢 艾哈迈德拿到了16次的有效击打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又中了 所以李欣知道这个数据之后 后续要再调整一下 不然这太吃亏了 对 我们观众在抗比赛的时候呢 也不要看着觉得场面上 谁这个击打得比较厉害 拼得比较激烈就是他有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有效的击打手 对 就是蓝方呢 清晰地打到这个李欣 那李欣完全没有挡到或是躲掉 也是有效击打 而且就打到这个头上最明显的部位 好 眼看第二回合 我们南方艾哈迈德又拿到了很多的有效击打 那看看李欣在对攻之中呢 能不能拿到强突 有机会 哎呀 哇 李欣 快 李欣虽然挨着拳呢 但是那个对攻还是非常的猛 对 李欣是这个步步紧逼再去寻找机会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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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刚刚在大家这个两位选手在这个对拼的过程当中 李欣的应该是美股处 没有看到很清楚受了一点点伤 对 这个时候呢要接受这个医务监督的处理 然后由医务监督根据这个处理的情况来决定 比赛要不要继续 是 目前还是可以继续的 好 那在两个回合李欣至少这个中了二十拳啊 所以难怪这个头部会受伤 对 要注意一下 对攻 再来 好 往里压不住 吸把 哎呀 对方先起吸 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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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双方还在拼拳 好 刚刚李欣错过了二次启动的机会 又再来 现在李欣的视线应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啊 又中了好几拳 李欣距离的把控 他现在不要只光光光往里压 对手知道你的企图 哎呀 这个医生可能又要上来了 小心 哎 高扫 李欣必须改变战术 对 他步步紧逼一直进攻是没错 但是当这个是无效了的时候 对 他是把自己的头送到对方的攻击范围里面 就是我们通过刚刚的那些比赛来看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李欣的漏洞在哪里 是 就是李欣如果说想改变这种弱势的局面的话 他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呢 他现在就是想急着KO对方 所以一直在打对拼 但是呢对方没那么弱 对方也中了一些拳 可是呢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哦 你看 对攻 刚刚的对攻反而是这个李欣中了对方两拳 好 这个我们的艾哈迈德抗摔比较差的短板 不知道有没有被我们的李欣给发现了 好 时间到 就像公路一样人 directing rus特帝 因为一直在淀乱中 一주세요 还需要别像小龙 judged 咱们珍esis 试了 我们可以做出过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是 这个蓝方艾哈迈德 他的外号叫黑蝎子 我们李欣已经被黑蝎子咬了两回合了 对 现在这个局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看看能不能出现这个意外 这个黑蝎子好毒啊 黑蝎子揉爆 好 这个所有的这个 反馈的动作我们会有一次的提示 两次提示之后的先键就要扣分了 连转身后白 李欣也没躲掉 李欣刚刚往后退了一小步可以 但是没有二次起到 康摔被摔了 李欣如果在第三回合拿到强毒的话 也许能够把局面给板平 对 我相信李欣也在打这个主意 拿到强毒是可以扣两分的 现在毒蝎子的边角说要注意看 两个次拳再给一个后手拳 这个就是JUPJUP 还有一个后手拳 Cross 后手 偷打 要听裁判的口令 是是是 这么着急干什么 打得太嗨了 一下子收不住了 一下子收不住了 哇 李欣太亏了 但是被挤到这个角上是太危险了 是 哇 这个李欣真的太亏了 哇 真的是太容易摔了 过去这个艾哈迈德 一场比赛可以被摔十次 有时候他还会自摔 对 但是呢 这对他的分数影响不大 对 在规则当中这个是 就是对手如果给他摔的话 是得失不得分的 对 就不属于我们有效的击中的人 完全不属于 哇 上钩拳 太狠的上钩拳 上钩拳 上钩拳 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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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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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胡同心老板 玩不一打 颜色明重 玩不一打 就我觉得这个艾哈迈德是 他是越打越嗨了 就反倒忽略的 反倒忽略的有一些规则上的细节 对 尤其他艾哈迈德在握 对 你看又倒了 这是第一楼 哇 今天第三回给我们的艾哈迈德也摔了好几次啊 会不会破他自己的记录呢 一场比赛摔十次 好 再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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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21秒 时间不多 又倒地 走 她完全放松了 我觉得 没事就往地上倒 对 再来 走 走 哎呀 真的非常难逆转啊 李星音有没有机会 還有10秒 再來一次 壓到的一個摔法 一個奇怪的請重拳 李奇非常可惜 這部分真的是拳法 拳法的防禦要加強一下 尤其在第一回合 作詞曲曲 李奇梁 作曲 李奇梁 穞曲 李奇梁 作詞 李奇梁 演唱 李奇梁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七 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二十七 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 二十七 比二十九 比赛结果 来 放射 有请大湾区武术文化协会主席刘勇先生 有请青岛富安博集团董事长 郑平安先生 为获胜方颁奖 实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他的速度比较快 然后上来的时候 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但是我发现他的体能没有那么好 但是遗憾的是 在第二局美股开了 美股创开口子 然后一到他没体能的时候 就要处理美股 给他喘息的机会了 然后还是自己反应不过来 速度才慢 回去要加强自己的速度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中国珠海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进入到65公斤 你的超级战当中了 蓝方选手今年23岁 身高10米70 战绩19胜 一辅一平 六次KO对手 请来自西纳的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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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75公斤 465公斤 M2C4 50公斤 瘾子 6公斤 170cm to all,71cm to all,23 years old,90 wins,1 lose,1 draw,6 KO, from Greece is Kostas! 红防选手代表了新辉伯级俱乐部今年22岁,身高日米75,当今的战绩6胜2负,两次KO对手,有请中国潘家运! 红防选手代表即使口高 France,私堅抓셔 wir同,正数胜2负,就是Gang上滑为。 中国人富山人第一名契강homme, 来 outdoors, ama上请走多数胜2负借! I give you 潘江旭 场上裁判张鑫 比赛现在开始 中文字幕筝对于后 HAS 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岁开始练拳 拳腿都非常的好 刚讲完后手大摆拳 他目前有三场是靠着干打来KO对手 所以拳法是相当出色 然后潘家运呢 潘家运的这个拿手绝活就是转身后登腿 目前KO过六个选手用转身后登 第一回合 这是克斯塔斯拼得好凶 这两位都应该属于拼打型的 因为潘家运也是拼命三郎 那潘家运刚开始呢 他说克斯塔斯的重击可能不是那么好 可是从一开始他会觉得 这个蓝方克斯塔斯的拳应该非常的重 对 当然我们的潘家运也是天生神力 好 特别跟各位说一下 因为潘家运这个拿手绝活的转身后登 那转身后登大家都已经勘劳他了 所以呢 他又把这个转身后摆踢啊 转身边拳的一些变化给用了出来 就多了一些变化 是 对 就是当选手的这个 哇 这个重击 哇 哇 吃了好多重击 目前潘家运对于克斯塔斯的重击没有感觉 就是没有躲掉 哇 漂亮 好 刚刚克斯塔斯的重击让我们的潘家运晃了一下 真的是 有点替潘家运担心 哦 转身 那目前潘家运的转身腿都是顺时针方向的 那逆时针呢 他也有练 只是说他比较不熟 命中率比较低 他就比较少用了 各位再看一下他转身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蓝方克斯塔斯的背扩肌 他的背扩肌相当的好 所以呢 他的摆拳会非常的重 哇 这个双方拼得好凶 克斯塔斯上一次跟胡振 他两次都战胜了胡振 好 还有10秒 好 还有10秒 第一回合我们的克斯塔斯的拳非常的准 但无需发 小西 哇 今天潘家运的状况没有特别的好 哇 今天潘家运的状况没有特别的好 哇 今天潘家运的状况没有特别的好 ski 这下的状况没有特别的好 那他的状况没有特别的好 啊 还不太熟 这个状况没有特别的好 也怪我 这准备就有点猜疑 这个状况我们的状况 就每个人能做到最后要去的刚才 他人的状况有点名 因为他取得了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对 现在派家运开始兴奋了 因为他兴奋的时候就会开始摇屁股 对 上次潘家运对上日本选手说你怎么没有摇屁股 他说对方很谦虚 我也不需要太张扬 那说到这个科斯塔斯 他还有一个最令人害怕的秘密武器 他打赢你之后呢还会亲你一下 上次的胡正妹亲到不知 亲一下 对 亲你的脸庞 是他们的礼貌 那潘家运说这一次绝对不给他机会 打死都不给他亲 潘家运开始兴奋了 在第一回合双方的有效击打呢 是潘家运拿到了十次的有效击打 然后我们的蓝方 科斯塔斯拿到十四次的有效击打 所以科斯塔斯占了上风 其实潘家运这个拼打得比较凶 但是在这个拼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少了一些章法 似乎有一点点乱 其实他有他的战术 他用这个跳膝前腿还有这个重拳来克制他 那现在第二回合呢 潘家运是用低砍踢砍对方的大腿 但是呢 这个科斯塔斯的前腿 他肌肉用力 他把这个潘家运的这个重腿给顶下来了 可以看一下 你的科斯塔斯故意把这个肌肉用力去吃 现在又进骨 开始通了 空了 现在这个科斯塔斯顶不住了 用一下 是 好 要分开 真的科斯塔斯应该开始痛了 所以搂抱 这个要注意了 到第三次的时候 我们的裁判就要扣分 是 好 这个潘家运一个西法 目前科斯塔斯的拳依然非常的重 就两位谁都没有聚色哈 就是你一拳我一拳 你有腿我也有腿法 你打我头我踢你大腿 再来 这双方对拼了 又是一个 就是硬碰硬的对抗 就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观众最喜欢看这种比赛了 太美了这两位 好 双方每一下都是重击 哇 你可以看到这科斯塔斯 大腿用力 然后呢 会用膝盖 还有颈骨去顶 顶着潘家运的腿法 其实这个潘家运的腿是很重的 因为他是用颈骨敲进来 用颈骨切你大腿的肌肉 那科斯塔斯呢 打的主意就是你 你踢我没关系 我打你 双方就护攻 就两位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拼的是有效击中的刺激 是拉锯战 对 而且在拼谁的抗击打比较好 对 哇 盘奖云也在想 我砍他那么多腿 他还不软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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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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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运看第三回合能不能逆转 事实上这个次数有效击打已经非常的高了 有些运动员一回合可能拿不到两次有效击打 你看双方已经都拿到十几次有效击打 输出的频率比较高 而且都打中对方 命中率也比较高 观众看的也特别兴奋 再来 这时候前两回合的这个累积伤害会渐渐的发挥效果 现在就看谁能够挺到最后 漂亮 跳势小蟹 双方真的是又累又痛 胖的意志力 两位还是有相似的地方的 就是输出动作的多样性比较多 我觉得 而且都是硬碳作风 往前顶 是 好 推开 再来 今天潘家运会暗暗叫苦对手太强大了 再来 哇 潘家运也累了 拼得太厉害了 这三局下来两位都是不犀利 每一秒都没有浪费 是的 都是在输出 两根的这个力气应该都用的差不多了 还剩下一分钟 哇 加油了 是 继续 你看两个都是摇摇欲坠 走了非常的辛苦 好 现在开始逆转 潘家运用拳 然后科斯塔斯用腿 哇 双方在对拼拳击技巧 好 分开 漂亮一个扣灯 战况真的是太焦灼了 潘家运仍然苦苦支撑啊 双方是拉锯站 最后十秒 对 灯出去 再来逃 好 待会儿 潘家运要提防 提防这个 科斯塔斯去清淘 是 好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28 比29 二号裁判 28 比29 三号裁判 28 比29 比赛结果 来 放射 有请 帅康电器珠海运营商 马洪强先生 有请绿佳集团 河南绿佳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山川豪先生 为双方颁奖 这次可能 可能就是在场上就是 拳没有那么多 拳就是缺少 光用光依赖腿法 然后拳法没有打出来 状态进入的慢一点 然后这次感觉 就是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 就是使不上劲感觉 身体 他很困难 他做了很多困难 但是 他不似乎他不似乎 非常好战 我认为观众也喜欢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中国珠海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中华文争霸赛的比赛 好 进入60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 蓝方选手今年23岁 身高是1米74 当前是两胜的战绩 我们有请来自亚美尼亚的 亚伯拉罕 来自亚美尼亚的一场超级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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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防选手代表了李宁加龙 搏击俱乐部 今年31岁身高是1米70 WCK世界金腰带的拥有者 战绩20胜6负一平 有请中国冷面杀手李宁 零不仅战绩 与那 百岛赛亚赛亚 位于626岂 170存质 这层军 我会来一个库上裁判 赵严比赛 现在开始 好 现在为您呈现的 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李宁 蓝方选手是来自亚美尼亚的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他是家人老大 从小就练拳 他当兵退伍之后才重拾拳套继续来练 目前是亚美尼亚EROC这家公司的签约选手 这两位无论从年龄上还是从战绩上来讲的话 李宁都算是一位老将 因为亚伯拉罕他的战绩是两胜的战绩 而且年龄也很年轻 23岁的一位女人 是 那刚才讲到回家 李宁这次也不敢回家 因为他觉得回家之后 很多家里的事情还有公司要忙 外面朋友也找没办法备战 所以这一次呢他离家出走 去哪里 他把全管丢下 不管 他找洪光 他找洪光帮他备战 他说备战很到位 就是每天把他揍得鼻子连走的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边角洪光也在现场 可是目前看起来备战还够不够呢 因为对方其实肌肉状态蛮好的 不知道李宁能不能把他吃下来 对 李宁是武林峰的一位老将 征战擂台十多年 被称为是冷面杀手 现在呢还有很多拳迷亲切地称他为冷面大叔 这个年龄到了 对的 那李宁不久之前呢才在菲律宾战 拿下横琴支颠60公斤的金腰带 刚刚就已经拿进来了 那场比赛呢李宁展现优异的拳法 还有闪躲技术 最后呢靠着对方摟抱扣一分 拿下这个金腰带 对 拿下金腰带之后也使李宁的信心倍增 是 因为之前的几年的时间里 李宁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他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心理状态 就总觉得说好像是没有之前的就是表现那么好 对 那其实对于李宁来说 他觉得只要体能储备够就没有问题的 对 虽然李宁储备了这段时间准备蛮充足的 但是从场上的一个重心看来 其实李宁是有点往后的偏往后 那对方是压进来的 这个会对李宁比较吃亏一点点 你看对方还是拼命的想往前压 那今天呢李宁的这个拳击技巧还没有像上一场那么好 对 好 再来 那现在看看李宁的攻击力跟这个体能储备的怎么样 刚刚李宁吃了一拳 刚刚在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观众能不能听到那个声音 好 伊龙在边角为李宁知招 对 包括蒋卫老师 对 老师也在这个旁边很紧张 跟这个李宁知招 好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我的天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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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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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宁想打这个防守反击 好 在比赛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一方有伤情的话 我们的场才会请义务监督来 来进行现场的这个处理 李宁继续进攻 这个腿法还蛮够力的 真的是有点这个人羊马翻 被抢背 现在开始亚伯拉罕想要爆摔了 过去他这样先爆再说先下手为强 裁判已经两次的提示 我觉得他不会管 再出现第三次要扣分的 过去的习惯就是这样先爆再说 再来侧帅 这场双方打的都比较急躁一点 对 相较于这一个刚刚潘家运那一场 这个有效命中率真的是非常的高 这一场就比较混乱 有效命中稍微少了一点 对 再来又是抢背近身的扭打 被扣分 没办法 亚伯拉罕他只会这一套 是 是 其实亚伯拉罕他是要抢背 再来 好 变线踢 李宁不要跟着乱 对 打得有征法一点 稳住 稳住 这种混战就容易让人看得心惊胆战 是 但是李宁身为老将应该要想办法控制局面 好 侧帅其实是可以接腿的 好 超人权 又被对方抢背了 这就是李宁的这个重心控制的问题 好 有十秒 好 好 第二回合双方的会空率还是偏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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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熊 好 好 好 第3回合的比赛 是 那我希望李妮能够打准一点 李妮的拳会控制 再来 再稳一点 稳一点 再来 李妮的前手摆拳 打这个防守反击 会控率还是高了一点 好 有 这中极 一推 好 这个亚伯拉罕有点找不到背了 就是游子可见刚开始的那一腿 他的这个杀伤力还是足够大 是 继续搂抱 其实亚伯拉罕他平常这个人是蛮老实 蛮低调的 这个领导脚 小心 李妮被一脚扫到了扣脑 这是亚伯拉罕的成名招式 现在亚伯拉罕体力已经到了这个极限了 是 所以开始都用下意识在打 就是裁判分开的 因为他亚伯拉罕已经腿软了 想用李小龙式的打法 结合李小龙的侧帅加上这个梅威瑟的提肩防守 再扣一分 再次被扣掉一分 就像我讲的 亚伯拉罕是绝对不可裁判的 他先抱再说 哦 又一拳 小心 到了最后50秒 渐渐的李宁的经验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了 对 亚伯拉罕是在第三回合 这个体能出现一个极具的下滑 对 而且看得出来是越打越乱了 越来越没有章法了 对 因为脑袋已经不清楚了 还要扣啊 没有 我想再扣就太多了 这是他们的女老板 到时候亚伯拉罕就是她负责的 好 最后时间 双方还是拼得很胸 好 李宁这场比赛啊 她离家是对的 体能除备的还可以 背战的充分与不充分 在擂台上 一招就箭直小了 是 真的能够感觉到 她有没有好好训练 是 如果就是回去这个拳法的辉空率 也再稍微改善一下 再去研究一下 对 哇 其实以前看李宁的比赛 觉得她的这个拳的精准度还是挺高的 是 很高的 好 谢谢 我们在这边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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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1号裁判 29 比25 2号裁判 29比25 3号裁判 29比25 比赛结果 红方上 有请美国珠海联谊总会会长胡润明先生 有请商丘市金泰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全玉先生 为双方颁奖 这一段的集训 一个月来的时间内 集训就是没有白练 汗水没有白流 苦没有少受 今天发挥的也不是特别完美 因为我的状态现在一直一点一点的在恢复 我希望今年是一个结尾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2020年我会重回武林峰这个内台上 让大家留意真正的男人 冷面煞肉回来了 我是李宁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中国珠海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是一场56公斤级的女子超级战 女子的超级战 蓝方选手今年24身高20.65 当前的战绩28胜8负 两层有请来自西班牙的LOLA 现在是第一个竞争 456公斤 英优优优独播剧场 165公斤 169公斤 24年之后28位 HLU2JOR HKA World MeaderChampion Van Spain Lero Viniti 洪峰选手代表了郑州顺远伯级俱乐部 当前武林峰的战绩是13连胜 所以他被人们誉为是奇迹女孩 有请中国李明锐 Li Aaand NOW Fight out redwater winning its 56kg 160cm2 36cm2 76cm1 22 years old 21 wins 5 Loses Rour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I Give You The Magic Cone Li Ming Roy 场上裁判赵岩比赛现在开始 召唤赵岩比赛 好 这里是武林峰环球全王争霸赛 珠海战的比赛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大家好 我是蔡志贤 这是一场56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是我们的李明蕊蓝方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劳拉 对 那时间过得很快 2018年1月任凯琳膝盖受伤 换成李明蕊上场代打 那一下两年就过去了 对 目前是13连胜的战绩 是 表现越来越好 李明蕊成为武林峰的台主 然后任凯琳也成为一名专业的教练 好 今天队长是葡萄牙的美女 劳拉 劳拉是我看有介绍说 她是西班牙很多杂志的封面常客 是 因为太漂亮了 然后她有个很可爱的绰号叫做披萨力量 就是她在赛前要吃披萨 然后才会充满力量 但是这几次她 这几天她没有找到披萨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她比赛的表现 然后这个劳拉是泰式的作风 这个扫梯相当的有力 那其实目前劳拉训练相当的辛苦 她八年来都是在两家俱乐部训练 花了不少钱 那所以只要住家里这个吃妈妈的 然后平常这个她到星期天才会放假 放假要去教育站打工八小时 我们看两位今天在这个身高和臂展上还都是有差距的 尤其是在臂展上 劳拉的臂展是1米69 对 李明蕊的臂展是1米160 是 虽然劳拉的爆发力没有李明蕊好 但是呢 其实劳拉的拳腿技术真的是还蛮全面的 让李明蕊第一回合没有特别好的发挥 现在看 李明蕊主要是拳法 目前拳法还打不太进去 对 一打进去都被控制了 这个是什么动作的这个犯规动作的提示呢 一会通过慢放我们再看一下 那现在呢 因为李明蕊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所以现在战术的设定都是由李明蕊自己来这个设计 然后任凯琳在旁边来辅导一下 给他一些建议 毕竟有着13场连胜的这种经验了 那目前打赢比赛不是李明蕊的目标了 他目标就是这场要拿下KO 那我也特别问了任凯琳的状况啊 他说平常陪李明蕊对打没有问题 可是呢 打完之后膝盖还是会痛 所以他选择了退役了 不打了 这比较可惜 然后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是 双方拼打得相当激烈 那李明蕊的拳法在第一回合没有很好的发挥 他的 李明蕊这个拳法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是因为被劳拉的哪一点所控了 被这个劳拉的腿法控制距离 如果近身要这个李明蕊要出拳的话呢 劳拉就有点搂抱控制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劳拉目前的脸跟发型都是没有变的 一般女子选手跟李明蕊打 但第一回合脸就开始肿了 目前劳拉的脸是丝毫无伤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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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回合比賽 第3回合 第3回合 劳拉的這個態勢的腿髮擰腰 給了我們的李明蕊很大的壓力 第3回合的數據來看 李明蕊只拿到4-4的有效擊打 大概稍落到下方 那劳拉的有效技打是7次 比较多一点 接腿漂亮 转身 现在劳拉开始敢打这个转身的动作 也开始代表他已经摸透了这个李明瑞的攻击的方式 对 而且看这个劳拉会小小往后拉杆 躲掉李明瑞的重拳 刚又躲了一次 所以李明瑞这么重的拳劳拉还是不怕 代表这个技术真的是相当的好 那今年呢 武林峰可能会安排56公斤级的女子腰带战 那我们希望在任凯琳的指导下呢 李明瑞能有机会拿下这条武林峰首条的女子腰带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 是 他说大家都以为为什么女孩子没有腰带可以打呢 现在你看这个劳拉的态势的腿法 格斗算小众运动 所以他其实要拉赞助很不容易 也希望我们各种服装的厂商或其他的厂商都可以去找劳拉 这个是代言效果应该蛮不错了 其实他们的比赛以及平时的训练就是要通过赞助方来提供这些费用的吗 而且他们要在欧洲选手要负责卖票 哇 还承担了很多的压力 是 很多主办方给你的出场费只给一半 另外一半是用这个票给你 你自己想办法去卖 那相对于国内的运动员他们可能没听过这回事啊 对 选手还要卖票 所以国外的运动员真的是很多是蛮辛苦的 那还要去骄傲战打工 其实骄傲战打工那个钱很少 那没办法 好 再回到场上来 刚刚李明蕊的重击又被我们劳拉躲过了 所以这个劳拉往后拉干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 好 又往后一拉干 各位观众可以再看一下 好 劳拉的顶膝 李明蕊是真的进不去 进去之后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威力 这场李明蕊的爆发力没有出来喔 对 真的是 要注意一下 而且体力第二回合又下滑了 我们上一场李明蕊的比赛 我就说她的攻击力还不够 那这一场呢好像更是没有吧 欠缺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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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一分弩弩 好 第三回合的比賽 李明蕊強攻 但是劳拉沒有被李明蕊嚇到 因為劳拉15歲就已經出道了 15歲他就跟那個35歲老拳王已經打過了 所以什麼樣厲害的高手他都對過了 經驗豐富 那時候他年紀小 主辦方怕他出事了 還給他戴上頭盔 怕被那個女拳王給打翻了 所以都是一路都打這個硬仗上來的 所以他對於這個李明蕊的強攻也顯得非常的冷靜 對 哇 又躲過去了 對方的感覺很好 你一打我就往後 好 轉身後的 那李明蕊因為這樣揮空啊 他會消耗掉自己很多的力氣 對 尤其李明蕊這個臂展不足 就是他往後一仰 李明蕊那個拳就只能回空了 因為手太短了 沒辦法 好 然後對方的擰腰頂膝 打完就退 漂亮 還有轉身的這個後擺拳 再來一次 轉身的變化 好 你看 打完就跑掉 對 是的 所以在這場比賽里的技術還是回去有進步的空間 對 因為面對勞拉就覺得能夠看到了他技術上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是 是 哇 又被吃了兩個襲擊 吃了三個襲擊 慘了 連續四個 不能有連續的襲擊 哦 這個又被拳法打到了 李明蕊現在真的是體力應該都用光了 要注意一下 現在剩下最後58秒 有沒有機會逆轉 剛剛其實勞拉有一點聯繫的嫌疑 是 我們的長才給了她一次的提示 是 好 接腿 好 登開 漂亮 其實勞拉的這個眼睛真的是非常的利 能夠躲過李明蕊的這些重擊 好 所以這場比賽可以去看這個揮空率 揮空率這個李明蕊就偏高 這也是這場比賽她打得比較吃力的一個地方 對 好 還有10秒 最後10秒 李明蕊 有沒有辦法逆轉 又被襲擊 再來 哇 碰到這個對手太難啃了 就是對於李明蕊來講 這是一場艱難的比賽 是 我相信大家對勞拉也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沒錯 現在宣布比賽結果 一號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九 二號裁判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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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 三號裁判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 比賽結果 來 放射 有請 北京通聲彭城汽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立先生 有請 廣東安捷保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海濤先生 為雙方頒獎 祝賀老拉 也感謝小胖李明蕊 我感到很開心 我知道她很強勁 她很強勁 但是 我很好 所以我可以停止她 我感到很開心 我感到很開心 和我的表演 和表演 和所有事情 心裡挺難受的 然後因為自身原因吧 然後輸掉了比賽 現在身體不舒服 然後沒有調整過來 所以輸掉了比賽 那下一步準備怎麼辦 是重新開啟新的連勝呢還是 接下來我會調整好自己的身體 然後認真對待每一場比賽 一定要重新接起來我的連勝 展現中國力量 弘揚民族精神 傳播中華文化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晚上好 這裡是中國珠海 武林峰環球拳王爭霸賽的比賽現場 好 親愛的朋友們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的是 70公斤級的一場超級戰 藍方選手今天23歲 身高是1米74 當前的戰績15勝 一負5次KO對手 不過賽前超重 要被扣掉一分 我們有請來自葡萄牙的 發票 發票 111到1.5次KO 174 sindic2 0.184 sindic2 23年級的突ー 15分 1 5次KO 從來自葡萄牙的 大家十九勝六負 三次KO對手 有請中國浪子 宋少秋 有請中國浪子 宋少秋 场上裁判张鑫比赛现在开始 打架比赛 好 藍方选手法比奥在撑中的时候超重 扣一分 好 现在看到的是宋少秋和法比奥的 来自葡萄牙的法比奥的这场对抗 好 法比奥他之前几次都在泰国普吉岛备战 这一次呢回到葡萄牙去度圣诞节 所以吃太多降不下来被扣分了 对 这个超重是这样的 在规定的时间内我们进行撑中 如果超重的话我们有两个小时的降重时间 二次降重的时间 到了时间之后如果仍然超重的话 小于等于一公斤的就比赛扣掉一分 大于一公斤而小于两公斤的 我们扣一分并且要扣掉50%的出场费给对方 如果超过两公斤的话 这场比赛就要取消了 所以法比奥目前看起来状况没有像前两场那么好 而他在武林峰分别是战胜了这个顺元的李世远 还有胡亚飞 他说第二次比赛打完了 在街上就有人找他拍照 他很开心 那这一次呢希望他也能够有好一点的表现 对 而红方选手宋少秋 是70公斤级我们中国的比较有希望的一位选手 对他近况不错 之前这个队阵副高峰的陪练拉多 他用这个高扫上头KO了拉多 果然这个真的是回家过个圣诞节状况都不见了 对就是你的备战平时的训练各方面都没有那么的系统 是 所以看到这个法比奥出拳也都软绵绵的 对 那法比奥在上一场对上日本K1次中量级王者中导红贵 也是把对方打到打得东打西歪啊 所以现在这个四少球 哇太狠了 再来 哇完全没有感觉 哎呀没办法真的是运动员真的最好不要回家过年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存在这个问题 是 因为就是在我们中国过春节的时候 一旦过完这个春节运动员很大一批会受到影响 对 他们常都会躲到泰国去训练 好结束比赛三次强毒 祝贺宋少秋 再看真的是身体太脆弱了 再来 顶不住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在第一局当中 蓝方被三次毒秒 比赛结果 红 放射 有请武林峰制片人 总导演鱼雷先生 有请云顶星战 李氏 为双方颁奖 我们祝贺宋少秋 大家好我是宋少秋 刚刚这次比赛 第一局给对手打了三个毒秒 然后以TKO获胜 这次对自己的总结就是 这次还没怎么放开 然后就就是已经结束了吧 然后就已经结束了吧 因为一开始前面一个多月 就一直在备战比赛 然后就一直在备战比赛 今年打的比赛也少 就是一直在下面训练 然后给比赛做一个充分的准备吧 然后这次赢了对手 也很高兴 对手这次打得也非常不错 他的拳腿也都比较重一点 也非常不错 在这里感谢武林峰 能给我这一次年终胜典 上年终胜典的机会 然后感谢我的俱乐部伊龙奥宇 感谢大家 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 感谢